亲爱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圈哥 今天您可得聊了 哪个家庭里边都有炸东西的油 比如说你炸个鸡架呢 炸个鸡腿啊,炸个大枣啊 但那油脏了,你怎么去操作呢 脏了,你扔了还可惜 你不扔吧,瞅是埋台的,还不容易用 那么今天呢,圈哥就给大家解决这个问题 大家看啊,圈哥面前有两桶油 一桶是干净油,没有炸过任何东西的油 这是,就是四辣油 这桶油呢,就是炸过一些 做姜菜条呢,烧鞋子啊,锅膜肉啊 就是说炸过东西的油,比有脏,颜色比有酸 今天,圈哥就把这种上色的油,变成一种好油 如果大家伙能用得着的,赶紧先把四边收藏 看到时候啊,你用的是在找不着 首先咱们准备两根大葱,咱家里边炒菜 葱叶都不怎么爱放呢,这葱叶咱们用上 这葱叶咱们留炒菜用,废物利用啊,朋友们 这就叫废物利用,不浪费 然后咱们把这葱叶给洗干净了 这葱叶里边它有泥有土,非常埋的 好,然后咱们把大葱简单的切两刀 给大葱切成段,好,这些就够用了 然后放到盆里边 然后咱们再准备几碗大蒜 大蒜咱们也不用包,再皮就可以 生姜一要块儿,把这边儿给它去掉 生这个好的,咱们家里边留炒菜用 这姜边这咱们也放里边 洋葱,一半儿就够用 把洋葱切成身 好,也放这片里边 这几种蔬菜就够用了 因为这几种蔬菜都是说略带香味的蔬菜 花椒咱们准备一克 香叶三片十片就够用 桂皮,两小块 大料,咱家里边用的大料 剩那小碎瓣,咱们不能浪费 也放里边 川哥放这几味香料 主要是为了去掉油的异味 因为咱们这油炸的东西很多种 油的味道就不香了 纯到是腥味 所以说咱的香料不仅能增加油的香味 还能去掉油里边这个异味 咱们准备一个盆 加入土豆淀粉 也就是行业里边所说的生粉 咱们放三勺 然后再加入清水 把生粉给它稀释开 给它抓散 就是说咱们吸开之后 用手这么一滴了 能看上里边都含有淀粉 太稀了它也不行 锅上热那咱们把油先放上锅里边 看清了不 这油里边全都是这样碎炸 正往回一勺一闻 这油里边这个味 什么味都有了 咱把淀粉给它抓散 并让淀粉有沉底的 然后咱们往油里边放 咱们分两次 咱们在家里边制作 油温不能烧得高了 没有经验的朋友 这种操作方法也是非常危险的 油温烧得高 因为淀粉里边还有水分 直接往油锅里边倒油 油容易溢出来 所以说咱们在家里边制作 就油温稍微低点的 咱再往里边放 无论说怎么做 安全是第一 朋友们 然后咱们先把它捞出来 看清了不朋友们 看这生粉上面富含的脏东西 非常非常多 倒掉不要 这回油温低 现在油温也就是两层到三层热 我们再把剩余放里边 咱们往里边下生粉的时候 一定要顺穿这么下 你别花它走到中间了 你边上的油 你吃不到油 自然你那个效果它就不好 大家看一看 这第二变清油的时候 脏东西就比较少了 就没有那么多了 好 然后给它捞出来 大家看一看这油 是不是干净了 是不是透明度非常好了 看一看这串哥没有片 现在咱们这油干净了 但是这油的异味还是有的 味道还没去掉 咱们进行下一步 得把油这个香味给它炸出来 把那切好的蔬菜先放到锅里边 蔬菜咱们炸至能有两分钟左右 咱们再把这香料放到锅里边 大家会记住啊 这香料千万不能多放 你多放嘛 它香料味太重了 咱少放一点是够用 目的就是 让这个油的香味给它去掉 让香料和蔬菜的香味 把油的这个异味给它盖住 我们闻或者吃的时候 这油是香味的 你吃不出来油的香味和异味 咱们的火不能太大 不能把蔬菜还有香料炸糊了 你得等把它这个香味炸出来的 香味没挥发出来的 你把料炸糊了 那不就尴尬了吗 朋友们呢 把这蔬菜的水分呢 从给它炸出去 大家看啊 把这蔬菜呢 全部炸成金黄色了 蔬菜里边的水分全部炸出来 这时我们 哎 一闻啊 非常非常香啊 真是可以了 然后呢 咱把这料炸糊过去 如果正干净 人家这两天糊大骨头 或者是说糊鸡爪啥的 糊骨肘子的 这个完了是最好的 往里边放点 跟你说那香味挠挠的 来 然后咱把油倒出来 好 大家看啊 这颜色 跟之前的颜色 是不是有所不同啊 虽然说达不到 新油的那种颜色 但这种颜色 基本上也可以接受了 朋友们 是不是 而且味道呢 非常的香 这就是 我们用调料油 基本上就这味儿啊 你家里边那炒菜 当调料油用 这不是一举两得吗 朋友们呢 那视频到这里呢 家里面的脏油处理方法 视频就结束了 如果能对大家 有一丁点的帮助 希望大家能给春哥 一个免费的赞支持一下 再次感谢大家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